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們來到最研堂的時間 Manda 是呀 見到蕭公子我很開心 見到嘉賓才開心 當然了 我很開心請來Alan 身邊這位朋友是做辦公室的傢俬 大家想起傢俬都是在我家 辦公室等等 但有什麼特別呢 在這個時間內介紹Alan 大家分享一下究竟你的傢俬的背景 以及你的創業背景等等 不要這樣說 其實在辦公室傢俬這行業 其實都不是一個新興的行業 都很多年歷史 只不過是在近四五年 很多人自己創業 因為辦公室傢俬 因為辦公室傢俬的行業 越來越闊 很多人覺得可以做就嘗試一下 但我做了十一年了 一點都不容易 即是不要想起火葫 不是看來這麼簡單 辦公室傢俬大家每天都看到 沒錯 以為很簡單 但不是這麼簡單 沒錯沒錯 但也有創業的機會 那Alan可以分享一下 首先我講一點自己的背景 其實我做生意都做了 今次是當地白朝老闆 好有經驗 七次的背景 即是明星就叫做 serial entrepreneur 很厲害 因為這是經驗當中很重要 過往裏面 七次可能是培養經驗 令到今次這麼成功 又不是這麼說的 其實我覺得 我做第八次老闆 有一件事讓我知道 就是 什麼叫堅持 嗯 很重要 當你當老闆 如果堅持不到 基本上很多事情做不到 嗯 對 在這十一年裏面 給我的得著 我覺得就是 譬如在人與洋之間 因為以前當老闆的時候 很多時候 我都是先想到自己 因為我要賺錢 OK 然後發覺 你想賺錢 一定要有很多群體的人 幫你手才行 OK 其實很多老闆都應該知道 但很多人未必阻到 這個我想是知道 和你心裏面的感受 甚至乎你平時代人之物等等 也有些關係 沒錯 沒錯 因為多數做老闆 就是因為自己想獨立 打火 不用打工受人氣 老實說是做老闆更受氣 老實說 人與打工完全不同 因為這件事真的要和大家分享 真是鏡頭前蓋 觀眾 我們節目說明是創意創業 當然 創意就不難 創意就很高 所以Alan真的實戰經驗 和大家分享 很貴的 很多年輕人不知道 就撞過去 覺得打算做 但成本很高 他不知道有多高 為何Alan要親自現身算法 如何堅持 那個堅持 我首先講以前 剛剛蕭先生講過的事情 就是要經營很多錢的問題 其實我發覺我曾經試過一次 在加拿大 和朋友去做一個生意 很少錢 我們加上雜資有六百元加錢 應該是三千多元港幣 我就創業了 有什麼生意可以這麼便宜 當時我是 因為我曾經讀書 但很不幸 被僱主欺騙我的薪金 我發現 欺騙我的薪金 我心裡很不舒服 我心裡很喜歡做生意 那就試試吧 不如自己做 我自己做老闆算 就被人欺騙 大家就欺騙我了 三塊錢加錢 沒有,三塊錢 一人三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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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三塊錢就開當了 那我這六百元怎麼用呢 我家裡有些電鋸 沒有電鑽 買了電鑽 然後就一人出了電話 就找食物 然後就印卡片 剩下的錢就是登報紙廣告 那便開當了 開當是做什麼類型的事情 有電鑽 基本上 因為我的朋友是懂水和電的 那我懂間場的 還有少許木工藝的 那要一人做一件事 千足之合 那便可以了 那為何開了業 讓人知道有這個服務 和相對的成本就不算太高 那一路做下去遇到什麼問題 第一問題是沒有資金支援 因為你沒有錢 單單你都要收到錢才運作 沒有收到錢是運作不到的 我很慶幸很多朋友支持我 我想有六成生意都來自朋友 有四成是來自報紙的客戶 即是廣告有用的 沒錯 沒錯 每個人的比例上都不錯 是啊 但當時我也遇到很多問題 因為我的樣子比較年輕 事實上你是學生 是 但當時我應該是二十一二歲 都很年輕的 即將他的樣子調整到很年輕的 尤其是你在外國 還有中國人 列國即是年輕的 沒錯 我也是大部分做中國人生意 後來我試過有一個客人問我 葉先生你有沒有十六歲 我真的想這個問題是他們很害怕的 我特地穿褲子滿了油膝去 讓他們知道有很多經驗 然後我跟他說 我的樣子比較年輕 但我的經驗已經超過五年 其實我做了幾個月 沒辦法 為了要撤眼就台肥也要試試 在那個情況下 因為我是半工讀的 我一直工作一邊讀書 一邊工作一邊讀書 那過程也挺艱辛 這是剛才提到的 小錢也能做得到的 至於多錢是甚麼叫多錢呢 我覺得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就是很多時候 人們做生意的理想太多 因為很致命傷 真的 每個人都想著 我這樣這樣這樣 想了很多計劃出來 如果這樣做 對 有沒有人做過 我的想法一定是好的 最後 那是自信才行的 對 都是失敗的 真的失敗得多 沒錯 原因是甚麼 當然你有自信 之後是怎樣去做 怎樣計劃 怎樣實行 那個失敗的原因 是中間發生了甚麼事 其實很多人的想法 就是想著做生意太簡單 只要我勤力 或者我有很多朋友幫忙 很多叔叔幫忙 或者家裡也有錢 全部都加在一起 但是你的計劃是否真的實行 有很多很多制衷 例如你的搜尋 是否真的適合現在的市場 有些人搜尋 我搜尋了很多東西 已經知道了 但搜尋可能不太適合你的市場用 你的風格 你想的方法和市場不合 不接位 對方都是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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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想到一些新興的事 或者新的市場 令市場可以買我的服務 或者我的技術 各種空間 對方都是輸的 最後他就搜尋現在市場的東西 跟他的理念不接軌 這樣都是輸的 對方都是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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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有趣 很喜歡做老闆 我想小時候 經常問一些小朋友 有幾個字 這個字是甚麼 我要做老闆 我不知道 多不多 但這個想法 你要做老闆 是多少歲了 才做這件事 其實 我想 我爸爸有影響我的 因為我爸爸本身是做生意的 自從我讀書那段時間 應該是在 我沒記錯是27年前 他過身 即是走了 我也是讀書 讀得一半半 我也是喜歡玩多 真的喜歡玩多 讀書讀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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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去加拿大又半公讀了 又做了很多事情 最後 因為當時讀書 剛剛加了一個稅項叫GST 由8%加了7% 15% 整個市場都靜了 甚麼都不能做 我來錢找不到 我根本就讀不得到書 所以就真正所謂叫 回流回香港 有這樣的原因 要回流回香港 沒錯 接著我讀不停書 那怎麼辦呢 我沒有甚麼可以說 最好就是打口 就可以做銷售 一做就做了差不多20年銷售 過程中我覺得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譬如我賣這個產品 我當老闆可以賣這個產品 然後又去做 原來又不行 然後又賣另一個產品 我說話這麼厲害 我都能賣到 我可以做一些辦法去好 又試一下 最後還是不行 這樣 發覺原來創意就是很多 原來你做的事情 跟別人做的事情不同 你怎樣厲害都好 都是做不到的 因為你覺得有很重要的事情 剛才說話 打算說話的版本可以 打算是可以的 沒錯 但結果之前試過 做了很多版本未必可以 就是剛才你剛才 節目開始說的 就是你打算 那部分 你厲害是說話 但你未必是厲害 去計劃 如何行動 如何安排 人脈等等 是那些部分 慢慢學習 會不會在之前的七個 創業當中 慢慢儲定 或者學會這些事情 所以你現在這個生意 就營運得比較順暢一點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另一部分就是 因為這次我做這個傭司 在國內都很出名 我把這個牌子引入香港的時候 他剛剛做了十年 現在我做了十年 就是總共二十二十一年 他在國內也有一個底 做得不錯 這個生意怎麼開始呢 這個生意又是淵源來的 有機會經常說 留給有準備的人 這次我 準備比較少 很突然 不過後期也很多是準備 其實就是剛剛 因為我之前也做過辦公室家師 做了大約一年都在廣州 認識了一些同事 有些朋友 我同事是香港人 我剛剛遲了職務做 就在家裡休息 因為我很少休息 我喜歡工作多 都是因為在廣州做過這一行的銷售 所以有個網絡 有個認識 又不是 也不算 也不算 他就找我 告訴我 有一個做辦公室家師的老闆 他想在香港開一個分行 想找人家雜資一起做 有什麼興趣 問我 我說我沒有錢的 雜資 很創業的 雜資 雜資就不對 我沒有錢的 那我有興趣 那行不行 沒有錢也忘了去談 那我就去 真的有膽子去談 沒有可能性 那一談 我就 很有興趣 我真的有 沒有錢怎麼辦 做生意 有時候真的沒辦法 太喜歡做了 那我這個雜資 真的是朋友和自己 家人 再加銀行的雜資 這次做生意 這樣做 博物很大 是啊 所有網絡 全部拿出來 全部拿出來 沒錯 我都認識 因為做了這麼多年 銷售和做生意 做了這麼多次 我發覺雜資 都要有辦法 什麼辦法 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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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我有20個朋友 有20個朋友 每人借1萬 就有20萬 但也很難 如果每人借5千 就容易一些 那就有10萬 即是眾籌的 對 眾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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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手袋 我真的經常做 沒有朋友 首先問他 有沒有2萬元可以借給我 我公司現在成立 只差2萬 但沒有辦法這樣說 沒有欄賣的時候 15000 我說1萬 5000 也好 就集中 借了多少錢 最後 都不夠 怎麼辦 沒辦法 硬著頭皮 問家人身手 可能 家車有一些 媽媽有一些 加加賣賣 都不夠 真的 剛剛先生說 錄完卡 拿一張卡 兩張卡 三張卡 錄完這兩張 還要一張 可能是後備之金 要的 你不可以充滿錢的 真的錄完卡 真的錄完卡 錄到正確 就跟我另外一位夥伴 加上我們現在的 製作者 有少少有少少 因為我需要幫忙 他幫忙 他不可以 弄得我們 不支持我們 這件事 三個集資 我們在香港 是大部份 我和派對人一半 就是創業的開始 新艱辛 中籌工作 但人脈也很重要 如果不存在人脈 就幫你 朋友、家人 平時做人 你要對人好一點 有需要的時候 就是這個時間 如果平時對人不好 或者可能已經不停問謝 又不還的話 我相信在這個難關的時候 應該沒有朋友可以幫你 絕對是 其實中間也有點挫折 因為有時候有些朋友以為 很好的朋友 他一定會借錢給我 他最後是死腦 即是說真的 說起錢 又是另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 也不能怪他 有時候朋友覺得 你一直都沒有試過問我借錢 大家問我借錢 如果我不還 我不追 那怎麼辦 有些人說明好朋友是不借的 有些人的價值觀是這樣的 有些人就說給我聽 我不想因為你不還錢 沒有了朋友 有些人會這樣 反而不是很熟悉的 那些人會疏鬆一點 是 我直接打個答案 他一這樣說 糟糕我少了兩萬個級 哈哈哈哈 是的 我有這樣想過 你很清楚你的律師 應該是計算的 是的 是的 其實真的因為這樣 所以最後不夠 就讀了兩萬個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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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我朋友都是 大家都是 因為工作經驗是有 但真的不剩下錢的人 嗯 那我就拔了 他都是 他自己有些都是 周圍借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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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 這樣做的 大家都薄很大 沒錯 因為創業的朋友 有時候 在這個找初頭的資金的時候 你不是每個人都 家裡很有 沒錯 沒錯 變成在他要找他的資源上面 就是幾個方案 就是家人、朋友、銀行等等 去處理才能幫到你 甚至乎近日去科技園 聊聊天 跟那些新科技園 他都說 每個人的apps 或者hi-tech 還未出門 每個人都窮得窮 因為你很多資金 是放進去 是未開始見解的東西 那你自己的資金 真的要好好支持 但是真的 你作為創業者 你不經歷你的奸生 有什麼經歷 你未必會 這麼認真地 全速前進 更加做好自己的門生意 因為首先 你那些債的債主 是很close的 你應該是不能走得掉的 經歷一見面 對 經歷一見面 還有一張情 首先你做好 一來他們都希望你好先 就給你 二來就是 你說真的 你做好好的 還給他們 一來你可以完一筆數 二來就是 你的公司真正正去到另外一階段 像一個開始有錢債的階段 所以各位創業朋友 這個你看看 是正常的 如果你發現資金不夠的話 艱難才是正常 這個其中一個艱難 順風順水反炎正常 因為我也有些學生 他家人是給了錢的創業 是呀 感到很快一點 我都失敗了最快 因為他好像不痛 即是他沒有感覺 他覺得正常 他不感覺到你的成功多麼重要 他沒有必成的決心 他覺得是這件事正常 正如說真的 你開水喉有水是正常的 但是你對於 例如以前你可能是製水這樣那樣 或者在一個地方 他拿水很辛苦 你會覺得真的很懂得珍惜水 但現在不是開完就算了 這是我想家人給了很多錢 給一些年輕人創業 可能就是他處理到一件事 但是心態和決心 可能就未必夠你借完又借了 自己要量度 對 已經輸了幾次的心態 對 很難的 當時為什麼你會這麼有決心 覺得這個直撥率這麼高 你夠膽把他把卡拉上去 故事然因為有部分風景少了 因為他是現成產品 你只是做代理 但代理也不是每一個產品店 你也試過代理其他東西 但是為什麼今次做家事這次 你又反而有信心去 你計算什麼數 考慮什麼因素 觀眾可能真的想了解一下 因為教育是現成 對 代理也快 好像很容易 其實是不容易的 因為真的不容易 來來來來 分享一下 你怎麼猜到或有信心 這樣做是值得做 剛才我想說的 可能是市場調查 我調查了很多事情 以為可以了 調查是怎樣呢 我剛剛坐完的時候 做這個品牌 在香港的時候 當時做辦公室家師 每年的銷售量 是達到兩億多 那我就想一想 有牌子的人不多 我這個也是有牌子的 那我剩下的10% 也有兩千多萬 應該死不去吧 10% 哇 都很重要 應該可以 以我的口才和我們品牌 在國內有這麼多項目 都可以 那我最後當然是失敗 哈哈 你不能照拉直線 是啊 這是大家的理想法 第二就是搜尋的問題 搜尋了這樣 然後再比較大家的 對手是什麼 對象 我覺得應該都是 輸了最多5% 我都可以的 最後真的5%都沒有 是啊 創業就是這麼高的風險 是啊 那時候真的嚇倒了 那時候 所以你說堅持 對 然後是怎樣轉圍的呢 然後剛才剛才說過 集資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堅持 第一年我們虧了100萬 哇 很厲害 虧了100萬 主要是虧在哪裏 第一 每個月都要出錢 我們頭火農 三個月出錢 就已經出了錢 差不多沒有了 所以全回來的就 對 一個月要出錢 我們就出錢 通常交租 有同事 兩個同事上班 三個月已經開始 燈又火辣 沒有了 那找的生意又不多 又蓋不到 那怎麼辦呢 最後沒有辦法 繼續卡卡錄下去 哇 沒錯 你是降閃得很厲害 是啊 不過 已經有件事給別人看 即是未回來 但這個時間是不容易捱的 有些人是 哇 很害怕 你不害怕人家害怕 一年100萬 對 但他沒有錢輸了 所以他又不害怕 哈哈 要谷底你已經 發覺有些事情到最差的時候 你沒辦法了 100萬已經輸了 你已經 只有兩個字窄 要是做 要是不做 那100萬繼續還錢給別人 還是要再還錢回來 要還 要還 就要還給銀行 那怎麼辦呢 第一 我真的很想堅持下去 因為我覺得 是可以做的 還有看到市場 一直這樣跟著我們走的時候 很多客戶都 幫助我們的服務 只不過有些東西 可能 我們品牌在香港 成立得不夠久 他不夠膽 不夠膽 即是客觀上 你的信心還未夠 太短了 也要提提觀眾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Alan很清楚 可能沒有這麼快 塞進去 因為我做了一行 的確就是 商業用的傢俬 和普通家用的傢俬 是兩回事 沒錯 因為家用的傢俬 你喜歡就隨便可以買 商業傢俬 所謂的commercial Decision 做老闆 當然要打一條數 算過 我需要 有一個很簡單的惰性 就是 除非你真的有需要 否則你不會換傢俬 那些桌椅 說得難聽 你不爛也不會換 沒錯 爛也要維修 要維修 可以 永遠做生意的老闆 即是Alan 自己做老闆也明白 當然有節省 就節省 所以 商用的傢俬 他的決策過程 是非常理性 和冷酷的 真的和你計成本 計功效 功能 有沒有什麼形象 他不會和你計算 只是心頭號 所以 為何Alan說的 第一件事 你進行業 做調查的時候 不單止是看大數 你要了解股客的心態 你要了解股客的心態 你要了解他怎麼想 否則 你推銷不到 所以 那時候Alan 也要明白這件事 提升現場的公眾 即使看起來很簡單的行業 背後 到底花錢那班 是如何做花錢的決策 這件事 Alan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最後如何打動他們 其實剛剛 做到一年左右 開始有人認識我們的品牌 但是也是懷疑 有保留 有保留 沒錯 一年要做了 因為我們本身 現在做辦公室家師 一般都是五年的品牌 五年裏面 五年裏面 你是否捱到五年 我不知道 我已經說到 不是我們公司 我們是分行 在國內很大的 其實有幫助 但始終是在香港 分行做一年 當然沒辦法 都要這樣守 但在過程中 碰到幾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 剛才說 你要分身 我跟同牌子 同級的東西 我不說你哪個漂亮 當你一樣 我便宜 那些20 他都會選擇 這個錯誤真的很大 人家買10萬元 我們同一樣的東西 同樣數目 同樣價值 我八萬給你 都是不對 商業和個人的市場 最大的分別 剛才阿倫已經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 一般 例如人家有五年裏面 才算 他會計算 萬一不行 他都自己去打 沒錯 他是一個風險成本的考慮 第二件事 有很多時候 所謂商業決策 一個人不怕 就算老闆說 沒有所謂 但是跟著拿數 另外有人 他又會計算 萬一有什麼移動 我要找人補鑊 所以我們的品牌 是有價值的 原因就是 他知道 他買了名牌 有什麼移動 他不用什麼鑊 很重要 因為同事 有時候覺得 我的工作是不包 無端端要多一隻鑊 沒錯 價錢又不是我自己給 就是欠了一點 當然要找個安心一點 你跟老闆家 為什麼要給他20% 因為他有保證 說完了 所以 我們在頭兩三年 都辛苦 這些就是 這個項目 沒錯 我們都想著 大家都看齊 基本上差不多 我們是大公司 大家都有五年的保證 沒得錯了吧 心理上 人家會計算 人家會計算 不過我計算 不過我計算 你還未到五年 我真的 有這樣的問號 他會觀測等等事情 還有看多選擇 會不會呢 其實如果在有牌子的家司 在香港只有幾個 我已經有一個 對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沒錯 但反過來 Anne都明白為什麼 事實證明了某些東西 是這麼容易進入 就不會只有幾個 全壯 而且有時候 這些東西真的就長命 你要堅持 就命長 可能有很多 一兩年 已經受不了 它就已經閉嘴了 所以只剩下 就只有幾間 沒錯 我想真的在公司客 在公司客上的程序 大家都很明白 已經有很多手 沒錯 又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姿勢 或者人的部分 雖然好像很近 這些家司也會有 沒錯 但相對地 也會影響到 其他的 可能創業 時間當中的周期 等等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大家要考慮一下 沒錯 叫做 艾過了嗎 現在已經過了 當時是怎麼過的 是不是有機會 大客人終於捱到 守得雲湯建議 又不停下單 又不是這樣說 因為一直這樣做 真的有些客人覺得 這間公司做了一兩年 真的不能死 所以堅持 你的信心是有重要的 那服務又不錯 這是有重要的 服務不錯 有質地裏面的東西 很簡單 有什麼衣服 我叫他上來 職道 是呀 很怕煩 叫到到 說真的 多好服務 下次也不要煩 我叫兩天都不到 我當然找他馬上過來 是呀 沒錯 服務很重要 很多人忽略了 即是你賣物不是硬件 你賣物不是硬件 你賣物是商業的東西 是整個系統 沒錯 如果那些東西是不行的話 很多東西會衍生出來 所以服務很重要 你不明白 所以為何服務好 一講即中 所以就可以到現在了 很重要 這是其中一環 不過我們在過程中 很多公司都認識 不過我們可能看得遠一點 我跟很多同事都談 所有你記住 別人不做的事 我們要做 但是怎樣做 怎樣做得好 這個很重要 要補多市場空間 沒錯 令自己聖人一籌 沒錯 很重要 有些人做生意的商機 不是驚天地一鬼神 你剛才找到中間的位置 這裏做考功夫 我真的要請教 因為第一 你競爭是很激烈的 只有幾間 有些事實性於紅便 為何大家都不做 當然會有原因 可能是在虧 或是做了沒有用 那些客人都不會感受 總共有一個原因 你是如何摸索到顧客心理 在那裏做多一點 令到你聖人一籌 你如何摸索 這次真是我的強項 要拋口 有巧妙的 其實我覺得不是難的 初初就難 做了一刻就明白了 我會在客人口中 看看客人對其他家銷公司 真的要溝通 有什麼不滿意 市場調查當然 不是問那個很虛的市場 人是市場 沒錯 用家 為何會有不滿意 就是要先關心用家 對 接著要說 他要換 聽他說 可能他們 椅子壞了 或者桌子有問題 叫他都不來 時間 叫他很久才來 叫他 叫他可以了 會補貨 一個月都不會回來 那件事了 整件事廢了 沒錯 他可能不是廢 等 等 他可能中風唇 但有危險 對 他都未用完 但有些顧客 就是覺得 你既然有個保障給我 但最後 我要等他 是不太合理 很多時間 即是你跟期望 會有落差 對 我們將落差縮短 縮短到他一聽到我服務 還未做 才說的 你真的可以 好啊 好啊 我真的要試試 捉到他們想要的位置 不用交到貨 其實成本都不輕 沒錯 一個職 那些部分呢 又有人呢 沒錯 不容易 有點巧妙 有時客人很有趣 假設是桌子有問題 或桌子有問題 我教售商人 記住人未到先聲道 如果客人打來投訴 當然他可能不是打給售商人 打給我們的同事 服務部也不訂 或者admin的同事也不訂 那接電話之後 立刻把電話交給售商人 售商人都去不了 或者工程人員都去不了 都報電話給客人 人未到先聲道 就是起碼要回應 沒錯了 很重要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很多人失去聯絡 是啊 真的很害怕 想怎樣 你給我一個時間 知道就可以了 交代 很多客人 他發生事 其實他冒助 張特蘭中 應該怎樣處理 我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說 他以後會有個老闆 沒錯 說給他聽 你將會怎樣怎樣 可以有什麼處理方法 他就把這句話 搬給老闆 是 有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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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沒有交代 那當然是說你公司不好 那些東西是實入理數的 明明每個人都這樣做 但那天連電話都沒有 當然 你為何要負責一隻鑊 當然是推分我們 這個供應商 所謂性眼籌 的服務概念 不是那麼簡單 整個系統都要跟 你的員工都要明白這件事 沒錯 否則你老闆有指引 校邊派到大賴閑 因為他執不及 不會支撐的 銷售就銷售了 收了錢 關於什麼事 你被人負責 我沒有被人負責 都不關我的事 你如何令到你的企業文化 可以凝聚到跟隨你這一套 真是這麼關心顧客 真是這麼肯給回答 你怎麼做到這件事 這個沒有 還是要一條開會的 一個叫灌輸 讓他們知道 一定要跟開會一樣 沒有教育過程 這個過程是教育不是出席 不是出席 不是出席 出席是分開部分的 出席還是出席 另外一個會 有教育會 有出席會 對的 對的 跟我的程度挺好的 我不會出席 我只是把它攤開一件事來講 很簡單 很精靈的 講了錢 你自己想賺就努力 又是那句 如果你選擇什麼人回來 在這個團隊裏 都是有講究的 當然 你選擇人的時候 你如何選擇 這個講會不會爆料出去 對的 應該是排蓋的 對的 對的 總之你覺得舒服的部分 對的 其實我覺得 基本我選擇的 其實不是一個什麼秘密 我開玩笑 一般我會選擇一些銷售 他有家庭 有小朋友 即是一個懂得有責任感的人 一定要很努力做事 一定不會選擇我 你不要理我 他自己不吃 小時候都會吃 對的 真的 有責任感的人 對的 他沒有責任也好 他老婆會迫責任給他 沒錯 他家裏有一個人 即是有責任感的人 就是這樣 基本找一些人做好 第二件事 譬如我們每一個月 每一個日去做銷售的時候 我都會開會跟他談 究竟你上班為什麼 你賺錢 那賺錢給誰呢 給家裏嘛 沒錯 那你現在給家裏的錢 夠不夠呢 哈哈 不會是說不夠的 是啊 不是 兒女大了 要多一個 兩個班的時間 他就忽然不夠了 是啊 這個我先不說 但我只是跟他計算 你公樓有多少錢 你的小朋友有多少錢 你婆婆有沒有工作 做多少錢 你花費多少 加起來 你覺得自己就不夠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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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這樣計算完之後 已經幫他計算了一個 平時時間表在面 要做多少的事情 是啊 他計了單要簽 等於計算完 沒錯 那你先計單之後 找幾十人工 就可以滿足你家人 這個數字 我還不告訴他 他已經自己知道了 而且他不用搓 是啊 他幫他計算完之後 你自己選吧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真的不開玩笑 就是有一種老闆的心態是轉不回頭 可能Ellen都領教過了 才會懂得這樣做 老闆出數 就永遠從自己的角度出發 沒錯 他不懂得用你的員工的角度出發 而是會引導你 所以你會發現Ellen是自動駕駛的 為什麼自動駕駛 因為他知道你用什麼標準 你就會自動駕駛 沒錯 老闆的標準沒有意思 如果老闆永遠都是不滿意 因為不夠 問題是你要從伙計的角度 你現在什麼叫不夠 他才有反應 他自己走來開玩笑 而且很重要的是什麼 有時候銷售者都是聰明 或者真的可能會找到很大的生意 如果他覺得合作得不舒服 他會離開 沒錯 這個也是實在 所以他會覺得 第一件事有很多人 甚至覺得有家庭是婦女 不是啊 你在這裡很歡迎 我有家庭 起碼他會覺得他可以離開 有家庭的選擇又少一些 加上他又賺到他的錢 又穩定又開心 其實有家庭的朋友 就不要轉太多 沒錯 你會留人財 第一 你懂得選擇有責任感的人 我會用負面來理解這件事 我相信你可能也不是 不是欺負你 又要賠你 又要賠你 不是 反過來 你看他有責任感的人 這樣才有機會 跟你的理念可以合作 如果你沒有責任感 純粹賺錢 就是花天酒地 這些人不會打算留 我覺得很簡單 因為他心裡不會長盡 另一件事就是 很重要 你少了很多其他古靈精衛 你要想 你知道這個人 要 fulfill他自己的 mission 你計算數目給他看 他不會說 no 他不會刺激你 就是 令到那個員工的 motivation 向心力 就是跟對你的客人一樣 不要用自己的角度出發 用你的角度出發 你怎樣才是好 我 match 都好 你沒有錯可說 同樣道理 你跟員工的角度出發 我不用盡你數 你認為怎樣才夠數 你跑給我看 是啊 沒錯 這很重要 創業很重要 做老闆和打工很不同 這件事 對 很多人做伙計就是這樣 沒有班過來出發 他想起自己 一日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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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我亦不怪大家普遍的思維模式 但的如其是 如果你立心要創業 有一番事業 不論你打工是一番事業 做老闆一番事業 你如果不改變思維模式的話 你突破不了 所以Alan的分享很重要 你專家教老的 學習吧 這個銷售的部分 我還好 混亂那邊更活該 混亂那邊 我整個覺得銷售難搞些 混亂那邊更活該 不知為何呢 不知為何呢 不過我們很厲害的公司 就是旺丁 都旺少少財 那些丁很厲害 都是丁到我都害怕了 一來就添丁 有很多添丁 然後做完再添丁 前四後六 因為很鼓勵家庭 當你這樣安定的時候 你就不怕添丁 壓力小了就會 生產力就會比較強 說你也不相信 我剛剛聘請了幾個月 她結了婚 半年左右 我問她們打算生著 什麼沒那麼花熱 我心想好 繼續做一下 但她今月的說明已經有了 證明那個地方好吃好處 很舒服 可能開了一遍 風水又太開心 當然算了 他們可能是小的階段 因為有小朋友可能 那段時間精神狀態未必完全集中 但當時過了之後 更加不能離開 因為她的質感更大 即是他們會更加努力 因為她不只是為自己 她還要下一代 這個我心想 因為創業者 有些人經常迷思 覺得她有家庭 有這樣那樣 可能會煩 她多了很多事 要管 是的 但如果 如果 今天 Ellen給了一個很大的想法 大家就說 那些人的責任這麼高 等於是管治 就不用管家仔 喊了 反而就是 你找到她需要的要點 為何她要 賺得多錢 找了之後 好好向她 可能會令到 一來 他們留下的機會 會長久很多 沒錯 二來他們很清楚自己為甚麼 我想也倒轉 公司少了一些很古怪的爭執 或者某些管治上的問題 這樣可能幫到某些創業的朋友 你可以集中某一類的人去請 可以幫到你公司也不足為 是的 真的 這些經驗分享很重要 是的 很重要 因為 即是私人經驗分享也是 有一個助手 正同樣的情況 他真的要放半週假 回家照顧小朋友 但效果就是 你肯放半週假 他跟了半週 超額就不行給你 超額 他有辦法做 做給你 超額 原因就是 他可以專心 反而他自己不計較 再投入多少 尊重 拿回家也行 那不需要 辦公室也不需要 因為有時候 有些情況就是 外面有些人打工 打工制線 他很難找到一個地方 覺得舒服 還有他配合到人生的需要 有小朋友 或者有些朋友 可能他有些特別的病 可能他又不是很誇張 但不只要覆診 那樣 聽了很多 他很難找到一個僱主 可以有這樣的空間 給他 他不是做不到事情 或者不是不想做 而是有些限制 即是覺得要打卡 又要這樣 但如你所說 半天裡面 把花女生都扔掉 他做特給你 超專注 他做特給你 很簡單 他不會 因為有些人 我經常覺得有些人 好像附類 那樣 就是在公司上Facebook 行談一下 一個上午 如果你只是硬要人打卡 結果就是 大家心產 沒有意義 這是沒有意義 依然是資料 但這麼多管理壓力 加在身上 做老闆也不容易 對嗎 沒錯 因為其實 要管很多東西 不止管理 你是需要花費 要的 有成本的 當然是 成本的 當然是 是高的 不過我覺得 成本是高了 不過問題上 我的團隊很紮實 是啦 你要換範圍 這個很好 尤其是創意館成員 當你的尺寸未去到很大的項目 即是小身女兄弟班 感覺很重要 你要很紮實 有時候大家錢 想著一起做好的遠景 可能大家有錢回來 即是這個班底 這個信任是很重要 如果你還想著 不是的 給了錢 你才會幫我做事 那些感覺 即是新的創業者 可能這個部分 令到你的班底 會很容易散開 過往的朋友都是這樣的 即是可能模式上面 某些東西 令到班底有些問題 要全部換過了 就很慘了 重新再起過 永遠都 全面在內部搶但 差不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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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來豪 即使你財源都是很大的事 都會令到生產 我曾經在09年金融風暴的時候 真的沒辦法了 生意很差 差到我們試過有個項目 有幾個設計 一起找他報價 即是同一個人 一個項目 即是壓價 是的 但不止那個提供 即是過了去欠一個項目 真的很大事 怎麼辦呢 剛才講了團隊的問題 我後期就把一個 警察的女同事 轉為售貸 他願意 那警察沒有工作 那你坐在那裡都不行 那我懂得有個選擇 要是減人 要是自動減薪 要是把那些狀況轉 才能做到 文職的 已經有這麼多人了 售貸師 我似乎走到尾山 走到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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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碼也有個機會 找多些生意 他肯做 如果你是做一個文員 你叫他做售貸 我都會離開 是難的 有些人的性格真的不太好 可能寧願選擇另外的工作 但好過沒有工作 我的團隊就因為我的性格關係 他又想保住公司 好 我幫你幫 人和 同時積落的人和 不是就沒有了 他們走了就不理你了 剛才你說的 因為你的關係 那你可不可以解救一下 究竟怎樣解救員工 除了客觀條件 之外 他這麼麻煩 你覺得好 文職我都轉售貸 都留下了 什麼原因 真的對人要好一點 真的假的 我所有 我這麼多年來 對外員工 第一 真心說話 沒有什麼必要 要奉承他 或者什麼 因為他要幫你打工 他幫你賺錢 你又怎樣怎樣怎樣 我覺得不需要 只是說話包裝少少 好聽少少 大話給他聽 事實是這樣 第一 他要有成長 如果你覺得他錯 因為他錯 你罵他 或者是他錯 你不告訴他 好了 我包含你 這樣又不行 你一定要做出一個平衡 你要讓他知道錯 也要讓他知道 你除了錯之外 你其實有空間去改變 只不過有些事要遺留 有些 可能老闆覺得 你錯 當然要丟 對 你起碼會理解為什麼他會錯 對 有些錯 可能要責任 那些責任很大 令到他有壓力的時候 人是會害怕的 錯 有壓力 那就不告訴你 那麼多 你知道的真相少了 自然在公司 沒有很多東西 不知道太多真相 就很難把它改變得好 對 裡面已經內耗 沒錯 某個點 一爆出來就很麻煩 沒錯 所以在我同行有好幾個銷售 自己開了一個白蚊塞加司的公司 去銷售外界加司 同一樣東西 很快都是不行 或者很久都不行 很快都不行 很快和很久 很快就撿了一顆 很久都做多年都不行 做不到 做不到 因為他每一個同事同事之間 很多心病 很煩 沒錯 沒錯 你管一盤生意就是這樣 做老闆就是煩的 沒錯 是很煩的 所以為什麼就說 剛才剛才提到大家 看起來簡單的東西 不是真的 對 這些是不太能看到的 對 你真的要在裡面 才會知道發生什麼 你沒有經歷過你不會知道 是 如果你不是這麼聰明的話 經歷了你也不會知道 不會再沒有事 那些要考慮 是否繼續做老闆 我真的考慮做老闆 老實說 你這樣也學不到很大件事 其實是很痛的 真的很痛的 不過我覺得如果 大膽假設 如果每一個人都好 你真的想做老闆 你的計劃很重要 之餘 剛才我說的堅持 以及 真的不怕多些 問多些 你自己想做那一行的行頭的人 如果你不認識 我決定你也不要做老闆 是 你認識行頭的人 而行頭的人 可以解釋到 那行業是怎樣做的 有什麼巧妙等等的問題 然後你才把你的計劃 覺得做完之後是否可以 否則你真的膽鬆鬆做 我的計劃很好 原來外面的人沒有告訴你 那個問題有多大的 你這樣做 你撞板的時候 你就會撞板 我已經想像到 你絕對你炮灰風沒有了 因為不知道出境發生什麼事 很快的 失敗的很多 做生意是燒銀子的 大家以為做生意是賺銀子 但你賺到銀子之前是要燒銀子 你不要忘記前面那一段 沒錯了 我燒了七次老闆的銀子 才做第八次 很多人創業都是這樣 你看美國的大會一樣 NC創業最後才成功 其實老實說 不是很意外的一件事 現在我做了11年 我都不敢說自己成功 哈哈 有一個空間可以再進步 有進步那一回事 但Alan為何還是這麼戰戰兢兢 這麼小心翼翼呢 因為其實在這行 不是在我這行 在很多學院裡有很多競爭 只要你有少少差遲 你的生意做了11年好 21年好 你說話話話話話話話 這件事變得很快 沒錯 你做這行你都會感覺到 以前那些所謂的 實用為主 現在有一陣子說功能 眼色那麼漂亮 沒什麼意思 現在真的要命 例如說智能 好像智能的 很正常的 例如說有一些 甚至他的功能多到 你都不知道怎麼服侍他 其實不是 蕭先生你錯了 現在你們三人都在一起 全部都在一起 想越來越多很多 是貪心的 對呀 真的 回去加快 變得快的時候 好像很痛苦 我可以明白 Ellen 今時今日都很謙虛 說不太成功 但是難得 大家只有幾間 大家明白 其他一間 幾間都不成功 即使成功 我想Ellen分證 有一個很重要的心得 給大家 即使你現在成功 你不能夠不小心翼翼 明天是全新幾天 正如上次Ellen已經說了 金融風暴 誰猜到 問題是 用家司不用想 飯盤 銀行 撿誰買 有錢 死得最快 你怎麼猜到 所以變是隨時會出現的 會會 但是 你如何策劃去應變 或者令到你的同事 都有應變的準備 大家會懶惰 一成功就懶惰 很正常 很正常 如公司的老闆 Ellen自己醒目 真的要小心翼翼 不是隨便可以放鬆 第二件事 即使成功了 你又如何令到這件事 那些同事都明白 真的有應變的心態 第一 本身我們不嫌客戶多 因為很多客戶都覺得 現在很穩定 很穩定客戶 有生意 很穩定 我們每一年都有幾千生意額 那是否不要新客戶 可能 是不可能 公安之危 做客戶簡簡單舒服 不可以服侍 我們有少少巧妙的 我每一次 有同事找到新客戶 有少許獎金 即是貼住制度 讓他有些獎勵 然後新客戶有些獎金 加上又可以令到我們的Cardbase更多 而且我們的客戶網絡 其實還未可以很舊 因為同行裏面 很多公司都推銷比較多 即是二十個三十個都有 我們公司只有幾個 嘩 十對一 是的 十個特定一個 人數未必夠多 但是功能多不多 所以我們團隊要硬盡 就可以做到 是的 為之不愧多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出去報價 如果我們的競爭對手 知道我們出現 都要記幾分 嗯 你一定會罵 在行球中幾天最清楚 沒錯 那不是罵不罵 那我就覺得 因為我出現 一定會有影響 而那個影響 是不是真的 很大的影響 大家真的要做 才知道 客戶很開心 是的 最後客戶都得意很多 是的 我們也是 除了產品之外 還有服務 還有那些 其他企業不做的事 我們真的做到 要足夠 甚至我前幾天見客 我都說了我們公司 整個理念給他們聽 他聽完之後 你真的做到的 他這樣跟我說 他可能外面做不到 吹水多 是的 他說聽一聽多 做到的不太多 我跟他說了 我從第一年開始 到現在 十一年 都一直做這個服務 聽完之後 他就說 OK 我將會很快 給你一張單 你數字 就這樣來的 是的 因為有些事情你保持不到 真的說沒有就沒有 因為市場找一些 真實的東西 有時候是難找的 吹水的東西比較多 變成當他找到一個穩陣的 起碼先順任 試了一兩次 真的可以 其實會不會這樣說 品牌本身就是這樣來的 對 還有他走的機會比較少 相對 這些翻譯很重要 沒錯 第二就是他自己也會有好悲 一定是 一定是 一定是這樣 這個其中一件 剛才就是 除了客戶之外 我每一年 都不一年 我想每一年 我都會觀察一次自己的產品 又會增加一些新的產品 或者增加一些新的元素 讓一些商人去賣 即是剛才你說 三樣東西都要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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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個社群網站有這個款式 就沒有那個功能 有一個功能沒有那個款式 我就將它混合在一起 而混合在一起的過程中 是活動的 還有一件事 活動之外 價錢又有競爭力 才可以跟我們合作 有競爭力 即是打架 或者是輸的 我想他也會選擇了 對 那裡面是浪費很多功夫 想很多東西才做 創新 其實大家看不到細微細眼的東西 看上去很簡單 至少我作為用家很懂得說 大家都是智能家 才會來 那變成根本的壓力是會存在 但是如果說你本身的企業文化 或老闆文化 已經是較為舒適的 很舒服的 那一刻 是便宜的 是便宜的 想便宜的便宜 未必會那麼留意這些東西 所以創新不一定來自驚天福地 那些東西 反過來好像Ellen所說 這些 那些合不來 人家合不來 你合得來的 就是創新了 那問題是這些所謂的 incremental improvement 客人的心理影響就很大 即使他這次未必會下來 但起碼他的印象是 你幫他解決到問題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會保持這些東西 你不知道有什麼時候會召喚你 所以變成你的review sales your motivation 經常關心客人 餓了藥肝 那天才問有沒有更新的東西 有些新東西出了 可能客人自己都未出聲 你提了他 你又拿credit 非常之好 那些客人會覺得很舒服 是這樣的 真的嗎 還有創業者要留意 真的 說真的 做老闆真的經常要很勤力 就是勤力用正確的地方 即是牛不斷撞到一個位置 如果撞不正確 你撞到一個環節都不行 真的要在適當的位置 還有我想真的 現在我們處於這個世代 是太多的忽然之間 可能電子化、科技化 那個轉變 每一個行頭來說 可能兩三年就變得很重要 沒錯 這個是在以前的西洋模式上 可能未必會有這麼大的影響 是 因為這段時間 我想這幾年開始 一樣都有 你想想想 你得起家具 基本上已經智能 只不過是趨緊 但你譬如在我的立場來說 我看到那些桌子 為何可以放一部電話 已經可以升到一些東西 我到時候的工作桌子 這樣就好了 其實這些部份 是會影響不同的行業 去你的行業 去轉變 因為產品的定義都會不同 不會說功能那麼簡單 等如現在開始多了 例如不止自行傢俱 有些叫共享空間 一說共享空間 其實它不會固定傢俱 很過癮的要求出來了 大牛龜這麼巨型的東西 都要動得像變形金剛 歐洲的辦公室 我坐一門就要站著 現在桌子要站著 不是要站著 這些部份 面對的挑戰會有很多 所以老闆要持續 勤力之餘 你要新 你要使用動腦 如何把新的東西混合在一起 然後要控制成本 那些人沒有變形金 都是想要便宜的東西 大部份都 這些部份 加起來 保持著老闆 你永遠都要勤力 永遠都要保持著 新的物博 你生意就可以有不同的進展 甚至乎在這個行業裡 繼續生存 是啊 一點都不容易 沒錯 但是譬如在這個行業裡 這行業只有幾個 你將來講 你會覺得 你會有什麼方向 因為剛才說過 很重要 要保持著 你都要想著 怎樣可以 因為突破了 可能又可以令到現有的 以前看10% 現在不是 對 甚至乎主導 接下來有什麼方向 可能會在你這個行業裡 你還想做 其實都沒有什麼生不生命 我們接下來的一年 即明年 我們準備 因為全行都沒有人做 我們會保持一些現貨 因為白鵝車家司 我第一反應就是 你的地方 沒錯 白鵝車家司 很大舊 你要保持現貨 是很大事 因為所有的鵝車家司 在我們這行業都是 你要什麼尺寸 什麼款式 要做給你 預訂的 要訂的 要做時間的 顏色都可以很多變 這個桌面 大家要白色 其他顏色 有18個顏色 可以選擇 我用一個款式 做18個顏色 擺在等你 我們做一些 通常很多客人選擇的款式 或者尺寸 做一批 但真的都很尺寸 現在我們可能是 開始的時候 試一百套 或者百五套 放著 最後行不行 不知道 我們明年打算這樣做 很多客人 很煩惱 每次都很煩惱 每次都很煩惱 是的 公司說了不 叫我不要做這件事 還沒做過 因為計算上 很難計算 對客人來說的重要性是甚麼 因為是香港人的問題 香港人太快了 看著要 不能等 第一是不想等 第二是有時候 不急都不去要 要 我想要很急 可以嗎 我都遇過好幾次的問題 我曾經有些貨 本來是給客人 但客人還沒要 我都先退去 用魚線也有 做了這麼多年 很多次 我跟很多同事 加上老闆 老闆在上面 聊了很多事情 有Yes 有No 我發覺 市場的空間越來窄 那怎樣求存呢 我覺得這一個 是可以嘗試的 變化是很厲害的 是的 沒錯 因為有部份的空檔 洩了 是否搞得變 是DIY 客人要齊 對 因為他保持的料很簡單 標準料 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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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的想法就是 假設我現在做的生意是這樣的 我保持著慢慢上去 但如果現貨有一班捧場客 我就估計 明年的時候 我會多多幾個生意 基本有多些舊數 可能要保持一些位置 當然你本業繼續 你旁邊有空間試一些新的市場 你不可以的 又沒有商 但可以的可能有新的 沒錯 其實這個房間 可能有很多人抄 也不奇怪 定位會很不同 放棄 別人未必可以計算數 你剛才也有百多桶 是的 但這裡不多 不多 對公司來說不多 但對位置的租金 就在生意上 創造 是的 要計算這些數 要計算這些數 除非你在羅湖橋以北 我們可以即日送到 你很厲害 是的 其實幾年前 我們公司本身有些產品 項頭都沒有這樣做 我們三年前已經做 做完之後 今年開始越來越多人抄襲 帶領項頭的新方向 用物流管理解決 是的 用物流管理解決 可以的 這個 剛才我說的是面貨的那段 有些材料 我們曾經用的物料 是別人沒有用過 我們用的 第一年沒有人理 第二年沒有人理 都是這樣 第三年 今年開始通常抄襲 這間公司是第一個人用的 用了那麼久才開始用 尊重 而且你也賺了頭一陣的錢 相對地 其實我 頭一陣的錢也是重要的 第二 最重要的是 光顧我的客戶 很多時候找一些新的東西 就想起我 沒錯 我們最多的想法 就玩新的東西 這樣 還有創新意念的人 最好 不怕你抄 抄就是這件事可以 他很快去想新的東西 變成你才可以一路向前走 甚至是帶領整個行業 或者整個行頭 水漲船高 如果東西多了 你便多一點 所以真的 每一個老闆當中 是認真 是的 但同樣地要保持著 我想老闆自己也要保持著 你的思維 有些新的東西 保持著學習 如果不是你喜歡接鬼的世界 二來就是你不知道 有些老闆有點懶惰 你這麼快就吃老闆 那變成了 譬如抄或什麼 慢慢慢慢被人壓 壓下去 就會沒有 沒有 是 所以老闆 創業創業 創業經常都要新的東西 找一些新的東西 撞到自己的東西 可能就有些新的發展 帶領新的潮流 這個各位創業的朋友 可以在Allen身上 可以看到 多謝Allen今天的分享 是的 多謝 一些心法 這些軟性 真的不是很多人 肯這樣 跟我們分享 老闆不上去 說他不會說我 OK嗎 今天不用擔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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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